哈喽哈喽,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77课啊,你看这张呢,上来给你放了个照片,这谁啊,李大嘴,他就叫李大嘴啊,很多人可能没看过这篇啊,这叫武林外传,这是我上大学那阵啊,特别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基本全都看过,然后这李大嘴呢,是个厨子啊,然后他有一把刀,这刀呢,一面刻着旺德福,一面刻着泰瑞宝,之前我跟大家说过了,啥意思啊,旺德福呢,就是wonderful,就是 好吃啊,你拿这面做的就好吃,然后你拿那面切呢,就是terrible,就是非常的泰瑞宝,非常的不好吃,所以说为什么讲这个呢,咱们今天这个标题,你看看啊,terrible toothache,就用到了这个词啊,这个词叫terrible,是咱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一会课文里还会再出现一遍,这词就表示非常糟糕的,非常可怕的,非常疼的,这种感觉,后面的toothache也是我们之前学的,tooth表示牙齿, 后面的什么什么ache,表示疼,哪疼,胃疼,头疼,脚疼,尾巴疼,都可以用这个词,那今天的toothache呢,就是牙疼 好,来到课文的部分,这个场景呢,应该是在一个诊所里面啊,一个人捂着塞帮子,看着这个,不知道是脸大还是肿起来的啊,反正脸不小 这人叫什么名呢,他叫Mr. Croft,克罗福特先生,管他叫什么罗福特啊,我之前说过了,名字这东西不重要,因为一篇课文一个名,而且相比起terrible这样的单词呢,那这种名字是太不重要了啊,好,那么这第一句话,Good morning Mr. Croft,是谁说的呢,是右边这个,这不能叫大姐了,这岁数有点大了,瞅着啊,这叫大姨吧,大姨, 大姨说,早上好啊,这罗啊,咋的了,这是,塞帮总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罗先生怎么说的啊,Good morning nurse,还记得这个nurse这个词吧,之前咱们讲过啊,护士叫nurse,医生叫doctor,咋记区别呢,doctor,带个刀,是不是,就是医生能拿刀,但是那个护士只能说给人打点滴,拿针儿,好,咱们看下面这小图啊,这个左下方就是nurse,通常nurse是穿这样的衣服的,当然也能穿白的啊,但是还 还有很多时候穿这种蓝色啊,或者是浅绿色啊,这种衣服啊,来,看一句话,她是一个很善良的护士,这句话咱们造一下,怎么说呢,she is a kind,这词咱们接触过啊,表示非常好的,非常善良的,同时,作为名词还可以表示种类的意思,好,she is a kind nurse,她是一个善良的护士,好,接着回到课文,说,早上好,护士啊,I want to see the dentist, please,我想见牙医啊, 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的句型,也非常简单的句型啊,就是I want to see somebody, please,我想见谁谁,我要见你们老板,还我血汗钱,我要见你们经理,啊,这个车有毛病,我要维权,像这种I want to see somebody,直接用一个看啊,这个see呢,就是看见的意思嘛,非常好的一个句型,就可以表示想见谁,来,既然今天看到这句话啊,咱们顺便把see的用法给它大总结一下,这个词呢,最基础的含义表示看见,比如说, if you close your eyes,如果你把你眼睛闭上的话呢,you cannot see,那就什么都看不着了,好,接着第二层意思呢,它表示观看的意思,比如说,哎,你之前看没看那个电影呢,这因为过去是,啊,did you see the movie? 这时候你不能翻译成看见那个电影了,不对啊,就是看过或者观看那个电影了没有,接着第三层用法表示看望的意思,比如说去医院看个病号,或者是去别人家里拜访一下,参观一下, 或者是你,欢迎你来我家做客,都可以come and see us again,意思就是再来啊,再来坐一坐,然后见见我们,就是看望一下我们,好,接着第四层含义呢,see还可以表示接见啊,会见啊,会晤啊,包括朋友之间的这种见面啊,都可以用这个see,比如说,他经常在下午的时候去见他的朋友,你可以说,she usually sees her friends in the afternoon, 好,see的第五种用法表示理解的意思,我们经常在绘本里或者动画里就能看到这样的小句子啊,I see,I see,就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了解了,好,你别看see这个小词很简单啊,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get一样,把它用好了,你可以解决很多的口语问题,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件事,see呢,可以跟一些介词或者是副词搭配一下,构成一个动词词组,可以表示很多意思,比如说,识破了谁的,阴谋诡计,看穿了某个小人,如果你不会用的话,你愣翻译什么识破,这动词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直接用一个see就可以解决了,只需要在它后面搭配一个through,through这个词呢,表示穿过,通过, 那么跟在see看见的后面呢,就说明我用眼睛把你看穿了,你这点小伎俩,在我面前啥也不是,好,咱们可以来看两个句子啊,I see through you from the start,start这个词呢,表示开始的意思,在这做一个名词,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从一开始我就把你看穿了,I see through you,然后再来一句啊,I can see through your little game,这个through后面呢,加的不是具体的人了,而是这件事,就是, 你的这小把戏,your little game,当然直接翻译过来是你的小游戏啊,哎,被我给看穿了,被我给see through了,好,同时,see还有一个口语当中,特别特别常用的用法,就是在机场,或者到车站,给谁送行,就是跟他说再见,给他送鸡,哎,这种感觉,这种词,如果你愣翻译的话,送鸡,接送鸡,这就真不好翻译啊,那么这个词,同样可以用see,see somebody off,off这个词,记得我之前说过了, 就是两个东西离开了,对吧,就是你送完它,它离开了,你留下了,对吧,你俩分离了,就是这个感觉啊,I am going to see you off at the airport,注意这句话实在上是一个将来时啊,I am going to,be going to的剧情啊,后面的at the airport,就是在机场的意思,中间的see you off,就是送别,好,回到课文里,咱们今天的小罗呢,他想见的人是谁呢,I want to see the dentist,please, 这词之前咱们举例的时候也出现过,dentist,这词表示牙科医生,我们说去看牙医,你可以说go to the dentist,直接这么用也可以,同时你也可以在dentist后面加上ps,表示他的这个地方,他的诊所,go to the dentist,也是对的,好,另外dentist这个词呢,跟doctor长得还有点像啊, 这个长短也差不多,然后都是以d开头的,再记一遍,这个doctor他可是医生,他不光能拔牙啊,他还能看别的病啊,记住,他不光能拿钳子拔牙,他还能拿刀,所以他叫doctor啊,doctor,那么这个词,他还有博士的意思,之前我也提过了啊,比如说doctor frank,frank博士,你可以这么记啊,像这种非常好的医院呢,在招聘的时候,他们非常看重学历啊,一般都会去招博士,因为当医生啊,你想想啊, 责任可太大了,这一刀拿下,嘴巴一拿错了,比如有个病人左腿疼,然后这医生稀里糊涂把右腿给做了,这事就大了啊,包括现在经常能看到这种新闻啊,有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呢,坐飞机,然后过安检,一到这个检测设备这呢,这设备就开始报警,滴滴滴,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当时做手术啊,肚子溜一把手术钱呢,医生忘了拿了,好,接下来咱们这个小nurse,这不能叫小nurse,这个老nurse,老护士呢,说了,哎,你 您有预约吗,您约好了吗,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这里面出现了咱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生词啊,叫appointment,注意,像这种特别长的单词呢,通常都是两到三部分拼起来的,我们看啊,这个词后边的四个字母,ment,什么什么ment,比如说moment,还有implement, 当然你不用管什么意思啊,很多单词都是以mentment结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的后缀,一般加上它呢,通常都是名词了,好,接着再来看前半部分,appoint,这是一个单词,它表示认命的意思,或者是确认的意思,当然appoint这个词呢,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而且我建议你啊,在记咱们今天这个appointment,约会,预约的时候呢,也不用非得把它拆开了记,我觉得把它整个记下来, 会更轻松一点,就像很多词啊,比如说here you are,或者是there you go,就是给你的意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把它拆开了啊,这个there什么意思,go什么意思,其实要愣解释的话呢,倒麻烦了,对吧,包括像这个appointment,咱们直接把它记下来,可能会更省事一点啊,不过今天呢,咱们多提一句啊,这个appoint是个动词,刚才说了,表示确认或者认命的意思,那在它的后面,加上一个ment,就是什么什么ment,把它变成了一个名词, 跟动词确认的意思呢,也是有联系的,因为像约会啊,或者是预约这种东西呢,我们需要共同确认一个时间,对吧,所以呢,appointment,表示约会,或者是预约的意思,一般我们去看牙医,或者是到一个餐厅,他们都会问你,哎,你有没有appointment,有没有预约呢,好,由于这个词很常用啊,所以呢,我要再给你一些例句, 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叫by appointment,就是根据约定,根据我们的约定,你应该付给我100块钱,by appointment,好,再来一句话,预约,预约这个动作,我们用哪个动词呢,就是make,也是非常万能的一个动词啊,制造,或者是做一个约定,就是预约的意思,make an appointment,那如果是失约了,或者是爽约了,比如说约好了,这一点来,你没过来,那就叫break an appointment, break,这词表示打破的意思,你可以打破一个实体的东西,vase,花瓶,也可以是一个虚拟的,像这种约会,好,上面是一些词组啊,下面呢,我们来两个句子,第一句话,你跟别人共进午餐的约会,定在什么时候,说白了就是,你俩约的什么点吃中午饭啊,怎么说的这句话,when,首先,问到时间的时候,肯定是,when is your lunch appointment,好,再来一句话,我已经约了,下午四, 三点看牙医,I have an appointment,我有一个约定,跟谁约的呢,with,谁谁谁,with my dentist,几点,at 3pm,好,上面是老 nurse,问他,你有没有 appointment,有没有预约,那这个小罗儿呢,说没有,no, I don't,这省略句了啊,把它补全了呢,就是no,I don't have any appointment,好,接着呢,这护士问了,哎呀,你着急吗,你这牙我看看来,谁不要掉了,来给你看看啊,is it urgent,哎,这里面有一个新词啊,叫 urgent,就表示急的意思,这句话啊,is it urgent,这里面的it呢,指的就是,要见牙医这事儿,这事儿急不急, 啊,urgent,是咱们今天要新学的一个词,表示紧急的,急迫的,这个词呢,也是我们口语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词,比如说上课,你举手,老师,我要上厕所啊,老师说,急不急啊,is it urgent, 人家你说,it's urgent,非常的urgent,非常的急,非常急迫,来,我们再造两个稍微长一点的话,其实也都是非常简单,因为每个单词的我们都认识啊,来,第一句,这儿有一个非常要紧的,非常着急的一个口信,一个消息,一提到有什么东西,我们马上反映什么呢,there be的句型,对吧,there's an urgent message for you,message这个词啊,不应该陌生了,这词表示消息,包括我们发的短信,也可以是message, 好,再来句啊,那个学校的孩子们,急需得到关心啊,比如说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还没有好的课桌椅,我们也给他捐献一些啊,那些学校的孩子,the children in that school,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are in urgent need, need表示需要的意思嘛,那在前面加上urgent,就表示急需,就是急切的需要,需要什么呢,of care,关心,关怀,关注, 好,最后咱们再回到urgent,再补充几个非常常用的口语用法啊,can I see you for a minute,我能不能经历一下你就一分钟,行不行,老板啊,然后回答老板说了,有啥事啊,有急事吗,is it urgent,跟咱们课文里问的是一样的啊,然后你说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麻烦事,必须老板你亲自来处理,it is an urgent thing, 好了,接着回到课文啊,看这个小罗说了,是的,那急啊,太难受了,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只要命啊,yes it is,是的,它是,其实这也是个省略句,就省略了什么呢,yes it is urgent, 然后后面又给你来了一句,it's very urgent,确实是非常的急,我感觉非常难受,I feel awful,awful这个词呢,也是刚刚学过的,表示要命的,难受的,太痛苦了,然后为什么呢, 牙疼非常要命啊,I have a terrible toothache,这是咱们的标题了,标题就叫做terrible toothache,那么现在又来到了这个词,太瑞宝,后面这个词是啥呢,忘得福,这俩词今天我都给你列上了啊,首先terrible这个词呢,两层主要的含义,第一层表示可怕的,非常严重的,比如说非常严重的感冒,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用terrible这个词,第二层含义呢,表示身体上,健康上的,有病了,比如说feel terrible, 或者是look terrible,一个是感觉上不舒服,另外一个呢,看上去病痒痒的,好,接着是后面这个词啊,叫wonderful,这个词是个好词啊,我们在夸别人的时候,或者说这事好,你可以说good,或者是great,或者是wonderful,就是特别特别好,令人赞叹不已的,非常了不起的,非常绝妙,非常美好的一个词啊, 好,接着老护士说了啊,那没预约,咱得预约啊,朋友啊,那不能插队啊,你在4月24号星期一上午10点钟来行不行,哎,看这句话咋说啊,如果让咱们说的话,别看,这句话好像磨磨磨鸡挺长,没关系,就是时间堆砌起来的,时间跟日期啊,这句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你能来吗,就是到那个时间能来吗, 所以说,问这话的时候,咱们直接把这个句型的主干给它搭起来,can you come,可以了,这三个词够了啊,can you come,然后具体什么时间,因为咱们已经精确到点钟了,对吧,10点钟了,那就是at,at加时间点,对吧,at10am,上午10点,然后礼拜几的上午10点,礼拜一,on monday,然后几号呢,april the 24th,所以你看,这么长一个句子的,就是这个简单, 简单的时间,日期的堆砌构成的,好,这里面,我再把am是什么意思,再说一下,之前其实咱们提过啊,am,注意,这个a跟m的后面都要加小点,因为不加小点呢,很容易被看成m,对吧,变成我是,那个是了,而且这个am人家是一个缩写啊,它的全程呢,在下面啊,这个蓝了吧唧,绿了吧唧,这个字上写着呢,像这种知识点,就是不需要你掌握的点,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就行了,谁还去愣, 写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你只需要记住了,这个am表示上午,然后pm表示下午,这个带过电子表的啊,都知道这俩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们说上午10点就是10am,下午2点呢,就是2pm,同时在其他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写法,就是把他们俩大写,这没关系啊,但是大写的时候,这个小点可以把它去掉,因为就没有什么奇异了,两个东西就大写了,好,接着来说这个句型啊,就是 在某某天的某某时间,你能来吗,can you come at,这个句型呢,我们通常啊,用来约定时间,见面的时间点,碰头的时间点,你注意,在英语当中,说时间的时候,是从小到大,跟咱们汉语是相反的,比如说,我要约你的话,汉语说啊,中文里面,我说,哎,礼拜四,下午6点,咱俩打球,对吧,我肯定先把日期要说出来, 然后再说具体节点中,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英文跟中文的思维是有差别的,好,再举两个例子,咱们加深一下印象啊,来看这个,1988年的7月2号,那我要先说7月2啊,on July the second,然后逗号,再来1988,再来一句,89年6月3号,7点, 牵扯到时间点的时候,前面就用at了,at seven,当然你可以加一个a clock,at seven o'clock,然后,涉及到日期的时候,再用on,on,Join the third,后面的年就不用加印了啊,逗号,直接是1989 好,接着还是回到课文,I must see the dentist now,nurse,这小罗说了,我现在立即马上必须见到我的牙医,啊, 这里面有个句型叫I must see,就是我必须的啊,比I want to see,语气上要更加强硬,就表示你说话这人非常强烈的要求或者愿望,因为啊,我这牙呀,已经不能再等了,再等我就疼晕过去了,赶紧给我约见 好,接着顺便再复习一个我们之前学过的词啊,叫need,这词呢,表示需要的意思,如果想说他需要看牙医,he needs to see the dentist,注意这里面的need 是需要加上第三人称单数的,有时候后面需要加个s,但是must这个词就没有 好,再顺便复习一下之前几个我们学过的单词啊,首先第一个刚学的,dentist,表示牙医 第二个呢,artist,art表示艺术啊,后面加上一个ist的小后缀,表示什么样的人 artist就是艺术家 那再来一个science,表示科学,那我scientist,表示科学家,这个词还没有正式学啊,后面会遇到 好,接着我们看这nurse说什么了啊,这个医生抱歉,他现在很忙啊,你能不能两点钟的来一下我 the dentist is very busy at the moment 这个前面很好理解的啊,就是谁谁is busy,就是他现在很忙,谁忙呢,dentist,这个牙医 在这个点,在这个时刻正在忙,at the moment moment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啊,表示此刻,片刻的意思 那么at the moment呢,就是说话这会儿,就是这个时候 同时这个词moment还可以怎么用,比如说in a moment,就是很快,跟in a minute意思是一样的啊 还有一个词组叫for a moment,比如说你在这待一会儿,wait for a moment,等我一会儿啊 如果我在前面加一个not,not for a moment,就表示从不 字面上直接翻译就是一会儿都没有,从来没有过,就是从来不怎么样 我从来没喝过可乐,哪怕就一下,一会儿都没喝过,not for a moment 好,关于这个moment,还有很多例子啊,都是跟时间有关的 比如说待会儿,等一会儿,都是这个词,a few moments 注意,这个词是可数的,它可以加s 另外你还会经常听到just a moment 直接翻译过来是,就一会儿就好,就是等一下 另外你还可以说one moment please 其实你看到了,这个moment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跟minute,就是分钟那个词是可以替换的 因为这个one minute,你也可以这么说嘛,对吧 等一会儿,one minute please 好,接着再回到课文,看看下面这句话啊 Can you come?还是刚才我们学的那个剧情啊 你能在什么时候来吗?Can you come at 后面加具体的时间点,2pm,下午两点 那这小罗一停肯定不乐意了 我这牙疼,疼起来只要命啊 我们马上得看呢,that's very late 那可太晚了,等不了 这牙疑你给我叫出来 你给我问他,能不能先来给我看一下 Can't the dentist see me now? 这里面你注意啊,他没有直接说can 而是用他的否定形式叫can't 之前我们在讲can的时候说过啊 这叫情态动词 那么can't就是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 然后这句子呢,又是一个疑问句儿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情态动词的否定疑问句当中呢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话,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就是表示请求,或者是表示你的不耐烦的一个急躁的心情 就是你不能,你就不能把你的钱都给我吗? 你就不能现在给我把牙疑给我叫出来吗? 然后这老太太的这个老护士说了 你谁啊你啊 当然他没有这么不客气啊 他说恐怕不能 I'm afraid 这是咱们之前学的一个词组啊 就是恐怕怎么怎么样 I'm afraid that he can't afraid,害怕 这个词他后面加上了这叫什么呢 逼音语从句啊 因为he can't,这本身就是一句话了 对吧 而且他同时又是依附在主句里面 主句是谁呢 I'm afraid 就是前面这个,我害怕什么 害怕的具体的事儿 就是这个医生不能给你插队 不能现在见你 I'm afraid that he can't see you now 好,接着再往下看 您呢,这个小罗儿啊 您就不能等到今天下午吗? 还是一个情态动词的反应疑问句啊 Can't you wait till this afternoon? 这种话一问出来 就说明这个语气上呢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小罗儿啊,咱别磨叽了 你排队就完事了呗 Can't you wait? wait这个词 表示等待的意思啊 之前咱们的课文里看过很多遍了 包括还有一个词叫waiter 就是服务员的意思 咱们吃饭的时候 站在旁边服务的人就是waiter 好,我们接着看 wait后面还有个词叫till 这个词呢 表示直到什么时候为止 或者是直到某一时刻 它等于until 这两词啊 基本没什么差别啊 尽管现在网上很多人辩析给你啊 这两词的具体问题在哪 用不着 你现在就记住了 他俩就是一个东西 就完事了啊 学英语 切记给自己弄到死胡同里 自己去钻牛角尖 连母语人士都不在乎的区别 然后咱们特别在意啊 就把时间全浪费到这了 你就记住了 这个till呢 一般在口语当中用的多一点 为啥呢 他省事啊 对吧 那么until 在我们正式的书面的时候用的多一些 好 比如说我们要等 等到啥时候呢 等到这个雨停了 我们再出去 wait until the rain stops 很简单的一句话 再来一个 比如你要过生日了 然后我给你买个礼物啊 我说你不要打开它 一直到你生日的时候再打开 你可以说什么呢 don't open it until your birthday 好 最后啊 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这叫罗尔怎么说的 I can wait 我能等 是我没问题 但是呢 but my toothache can't 但是我的牙疼 他等不了 老护士一听 你给我抬杠 是不是 好 这句话其实很简单了 wait这个词 刚才已经出现过一遍了 表示等待的意思 OK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 再见